下面的动作是原地侧尔番 也叫原地虎跳 这个动作是在原地技巧里面相对比较简单 可以容易上手的 然后后期的视频呢 我们可能会推出原地前桥原地后桥的等等的教学视频 但这一次的话推出的是可能适用于培训机构 相对于中等的孩子容易练习的一些动作 好 准备 下面是原地侧尔番的连贯动作 准备 5 6 7 收起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收 6 7 8 好 下面是原地侧尔番的分解动作 如何去练习 简单的是我们开始以上步 因为在练习这个原地侧尔番 首先要会两个动作掌握了 第一个是侧尔番 第二个就是封火轮 好 第一步打开手 右脚最好依偎 6 7 8 7 1 左脚脚尖对着右手的方向 2 身体转正 冲着右手的方向 3 手臂贴着上身领动 4 横向打开 5 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6 左手重心往下按 右手顺势从上方领起来往下去按 然后紧接着摆动右腿去完成 好 加回来一次 准备 慢一点步骤 准备 好 1 右脚上步 左脚上步 脚尖点地 脚尖点地 封脚 身体先侧过来 2 身体转正 3 手臂贴在耳朵 下面的手臂贴在身体 4 横向打开 5 侧身 身体转过来 冲正左侧 6 左手去按地 然后右手从上方领起去按地 紧接着侧手翻 7 走 6 7 8 好 来一次单一的 稍微衔接快一点的动作 6 7 8 1 2 3 4 5 6 7 8 收 在这个过程中呢 重点呢 其实就是在打开手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风火轮 很做的是一个纵向的圆 很利 一定要利起来 手臂贴得上身 2 3 4 按手 快速侧腿 白腿 重心一定要往下按 在这个过程中 侧脚的时候 一定要迅速地把握好重心 这样去练习 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 1 3 6 6 4 6 7 7 8 10 8 10 8 9 9 9 10 两分都是 1010 11下